香港科技园公司10月初建立了香港科技园创科学院 旨在为年轻创科人才提供全方位培训、实践和专业支援的 明日创科领袖培训计划也开始了一个多月 关于计划的进展情况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告诉记者 目前已收到了600多个申请 亦有很多公司关注第二期计划的推出 我们刚刚第一期已经开始 就是说今年下季的时候我们就收到600多个申请 600多个里面我们跟人区的公司合作 挑出八位出来 这八位的头两个月在我们科技园里面做一些培训 一些学习 然后两个月之后他们会回到每一家公司里面去工作 再过一段时间再回来再反归一下 进展是相当不错的 反应非常好的 已经有好几家其他的公司企业 已经说希望可以参加第二期的参加我们这个去招募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可以扩大一点 科技创新越来越受到香港社会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投身创科行业 但成立初创公司花在研发设备上的成本往往是最大的负担 这也是香港科技园公司创立的初衷 黄克强称香港科技园公司建立创科生态圈 一方面为初创公司提供研发设备及实验室 另一方面与大企业建立人才交流平台 助年轻人更好的实现他们的创科梦 我的工作简单来讲是建立一个生态圈 那生态圈代表什么呢 有大公司 有小企业 有投资者 有人才 有共用实验室 包括电子啊 生物医药啊 数据啊 季节人啊 AI各方面的这些共用的实验室 就等于说你一个小公司进来 甚至是一个初创企业进来 你根本花不起这个钱去买这些设备 那你现在就要创业要做产品开发了 你就根本就没有钱去买这些设备 你不要买 就用我们这里现有的设备就好了 另外就是当然我们这里有很多大企业 比如说一些跟做电子有关的 或者生物有关的公司 他们也会这里给提供一些人才培训啊 或者一些技术的交流啊 那么这大企业跟小企业的合作 黄鹤强称 相较于传统投资 创科投资容易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因为创科投资风险高 回报慢 其投资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 才愿意放心投资 因此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创科领域 依然任重道远 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香港在过往 在一些股票市场啊地产上面 说的不好听赚钱比较容易 一买一卖就已经做起来 但是科技的投资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再加上投资的风险就比较高 也要懂这个科技财团才可以投 所以需要一定的教育 同时其实香港过去20年都没有说太多 关于科技方面的开发 虽然政府放了这不少机缘 但是还不完全是一个香港的一个 聚焦的一个方向 直到过去四五年才真的起来 所以我觉得需要点时间 黄克强介绍 为了吸引更多海内外创科人才 投身香港创科领域 香港特区政府为来港创科人才 提供签证便利 而科技园也为他们提供住宿支持 其实香港政府推出不少这方面的措施 还有政策的支持 包括博士后啊 硕士后啊 香港会有不少的这样政策的支持 还有人才的吸引啊 就是说你在科学园的公司 你这个国外或者国内的人才 要进来科学园的话 我们保证你是两个星期可以拿到签证 那么其他住宿方面的支持 我们也有 包括我们这里正在建一个宿舍 同时如果你在科学园的企业的话呢 你的人在国外国内的人才 进来的话呢 除了签证的支持以外 我们还可以给你住宿的支持 包括你在香港住地方 我们给你一定的补贴 所以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不断的推出 已经有不少的正在用 而且我相信还有将来 还有更多的推出 黄鹤讲称香港是个很好的科技开发中心 有一流的大学 一流的教授 培养一流人才 但市场太小 因此让香港创科领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与内地城市形成优势互补 将更有利于香港创科人才的发展 香港缺乏是一个大的市场 香港本身就有700多万人口 不管怎么做香港的市场 做到做多大都没有用 那么如果能够跟大湾区 6000多万人口融合起来的话呢 在市场开发 是香港跟大湾区绝对有一个很强的融合的机会 这个一方面就是引进来了 就是把一些科技引到大湾区去 同时的话呢 我觉得也应该想办法把大湾区的企业 经过香港走出去 是 不是 还是 比较 可以 你可以 还 Laughing Kaiser